华联市公所为了鼓励原住民族妇女干部培养兴趣并学习技能 特别举行了特色点心研习课程 市长魏佳燕特别前往关心 也在值得老师和族人协助下 摇身变成了烘焙达人 亲手制作特色点心 华联市公所为了鼓励原住民族妇女干部培养兴趣及学习技能 时候特别在国府活动中心办理特色点心研习课程 在指导老师中卫小平细心的教导下 现场妇女干部陆续做好南瓜饼及地瓜饼 一盘盘放入烤箱香味示意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关心开客情形 并在众人的协助之下摇身变成烘焙达人 亲手制作特色点心 那可以看见刚刚其实我们大家都做的甜点 其实非常的开心 那老师也教学得非常的生动 那再加上我们所有妇女干部对于这一项的技能 我想在今天整个一连串的教学下来 大家都受益非常的多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支持 那今天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华联县议会的三位原住民的议员 迪布斯议员 李正文议员 周俊伟议员 以及我们华联市民代表会的 我们的小明龙代表 以及我们平岛代表 他们都非常的给我们学员大力的支持 这次的课程总共有25位妇女干部 家政班成员及部落主人参加 施工所也期盼能透过课程办理 引导原住民族妇女运用所学 增进技能才艺 协助部落产业发展及文化传承 记者 徐丽晴 华联系报导